因为玻尿酸和线雕所用的两个财物 都是外来的生物一种制剂 对于它对人体 哪个对人体有危害 哪个对人体没有危害 我这点不能评说 因为它毕竟是通过国家药件学 鉴定后能用于人体了 具体的有没有多大 有没有什么危害 因为它用于人体的时间 毕竟是比较短 是不是 你比如说它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三十年以后 会出现什么并发症 会出现什么不良反应 我们只能用时间来考证它了 所以说这两种材料 对于人体来用有多大危害 我不能下定论 但是大家在用的时候 应该还是要慎重 毕竟是义无用于人体 二一个说 它有一个代谢期 像比较玻尿酸 说有代谢期 有一年半 一年它就吸收掉了 但是这个东西 到底能不能吸收掉 还得打个问号 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 也没看见它怎么吸收掉了 我们说明书上 也没有说它的半热期 就多吸收掉了 对不对 假如说 就说它能够达到吸收掉了 那你假如说 那个玻尿酸浓了鼻 那等于就白浓了 你的鼻子不就又塌下来了 对不对 而那个纤雕 咱们就把那个纤缝进去 这是个义务吧 你假如说 有的人特别 有的人就是一种特殊体质 不是所谓的 这个线有关系 它就对什么都出现不良反应 有过敏的话 所以这种体质 你要把那个纤雕的东西 缝进去以后 要出现不良反应 你怎么取出来啊 是不是 二一个就说 有的人说这个纤雕也没事 过一段时间就吸收掉了 那你吸收掉了 那你还雕着有啥用 那他脸不就掉下来了吗 就起不到一个 一代脑作 所以我们最佳的结果还是做手术 比较保险一些 能够达到 我就是把你提起来了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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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